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喷泉的一个演示 首先找到DMX filter内容 点进喷泉文件夹 一样 复制一个过来 扔到场景中 打开蓝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基于DMX蓝图绘制的 它有默认的属性是P轴、T轴、RGB颜色 然后亮度、屏闪 以及还有两个通道去控制喷泉 一个是启用和不启用 一个是喷发量 那我们接下来在DMX库里去绘制它的一个灯库 选中Figure类型 添加新的另行 命名 然后添加模式 添加函数通道 第一个我们选择 一个是亮度 灯,灯,红,蓝 还有个是P轴 TT我们都给它设置成16位 看一下 对了 我们再给它添加两个通道 看一下这个模式 再将多余的删除 然后我们在Figure补丁这里对它进行一个配接 然后我们再切换到MNNPC 点击Setup 点击配接 点击登具类型 然后添加我们点添加创建一个新的 同样的我们添加属性 然后那两个通道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属性去代替 打个比方我用图案和图案旋转 然后这里是7 因为它是16比特的 给它设定默认值 设定高量值 好 这里讲一下一个细节 就是当我们绘制好了MNR灯库 我们可以选中某个灯库 用这个按键进行一个导出 如果要是你插上了U盘 你点导出的时候 它会显示是保存在系统盘 还是保存在U盘 如果要是你没有插U盘 它会直接就默认保存到系统盘里了 当你下次要用的时候 我们再点击导入Input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是U盘还是系统盘 我们可以输入厂家名 就是我们后面标的一个U14的名称 搜索U14 这里就会显示所有你的U14灯库 然后再选中进行一个导入 就可以在下一个演出文件中进行使用 一个删除 然后我们再配一个喷泉 编号16地质码1.36 跟这边是对应的1.36 点击确定 16和编号保存 选中第16号灯 好 选中第16号灯 我们先将其打亮 缩小 切换到这里 给它进行一个配接 好 配接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运行 切换到MA2 选中灯 打亮 然后我们动控制粒子特效的第一个通道是让它启用 第二个通道是控制它一个喷发的高度 喷发的高度 然后我们再改变一下它的颜色 这可能看不太出来 我们将环境光再调暗一遍 然后再选中喷泉 我们先看一下 它还是黑色 不是很亮 我们将它默认的亮度 在选中喷泉之后 细节面板 下拉到DMX Lighting Ficture这里 调 Light 总亮度 我们把它给调到 调到 比如说调到5000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大概的变化颜色 它是产生了颜色的变化 但还是不够亮 那我们将它继续调亮 我们打个比方说 我们选择 万 还是不够亮 我们将它投射距离 好 现在够亮了 还是从它的轴 我们发现它的聚光灯组件这里 它的默认角度比较大 我们可以将它 可以再加一个 可以将它调小一点 比如说调成15度 内部角度 也得出来10度 10度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选中了喷泉之后 这里还会有两个参数可以进行调节 分别是它的一个最小喷发高度和最大喷发高度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最小喷发高度是100一米 然后我们这里调2500 写一个缩短 虽然白表是一种文化 但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那么十分钟 我们选中了 我们选中的脚 来到这种男的室内 我挺能忍听的